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无意的祈祷 有一位青年来拜访释迦摩尼佛 他问道,佛陀,人如果做了坏事,向神祈祷,可以得到幸福吗? 佛陀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但问道,如果把大石头扔进河里,你向神祈祷,他会扶上来吗? 青年摇摇头说,不会的佛陀 佛说,人如果造了恶业,即使向神祈祷,也绝对不会得到幸福 因为恶业一定是会堕落的 佛又问青年说,如果把油倒在河里,你向神祈祷,他会沉下去吗? 青年回答,不会的佛陀 佛接着开示说,所以人如果造了善业,纵使向神祈祷,要他破落,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善业一定是会上升的 今天故事再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